案發於昨天凌晨4時40分 中國東北黑龍江省發生殺警越獄案 燃壽院公安局看守所3名死囚 昨天凌晨殺死1名獄警後逃走 據悉,3名囚犯事發時正在看守所接受審訊 3人逃走時換上警服 事件驚動公安部 燃壽院及鄰近的上至市全城街炎 當局出動500名武警 在主要街道及出城道路設卡測報 警方軟紅30萬元 至今仍未能測報到3名逃犯案